停車在付費車格 說廢源尚且要開單 但車上的婦人卻不樂意了 要求不要開單 但收廢源值得所在 堅持治單 沒想到婦人竟然口出惡言 除了對方被車撞 收廢源一氣之下 提告婦人公然侮辱 婦人被法院判罰五千元 可服勞役 而案件還可上訴 停車收廢車格 曾經婦人就坐在車上 但當時駕駛座上 沒有人被開了二十元的繳費單 令她發不滿 竟然怒罵收廢源 時間發生在今年三月份 晚上七點多 當時張姓收廢源 按照例行公示 針對路邊停車開收廢單 但遇到誠信婦人求情 認為她仍在車上 希望不要收廢 但遭到拒絕後 竟然破口大罵 但到底人在車上 該不該收廢 還傳去收廢車格不能聯繫 原則上只要有人在車上的時候 她才不會開 但是下次是不在座位上面的 原則上開你停車單的 收廢源也很兩難 原則上只要駕駛人在 就不會收廢 但這回婦人 為了二十元的停車費 辱罵收廢員 不但停車費得造假 還因公然侮辱 埃法五千 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TD新聞 我中心劉璇屏東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